4月30日,奥普主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一条关于坐轮椅去商场这么难的视频登上热榜 视频中,奥普主尝试坐轮椅进入湖北某几家商场 但广场上的石墩子就是难过的一关 门口绕了一大圈也进不去 最后只能想了这样一个办法 我自己挪到石墩上坐着 再让朋友将轮椅搬过来 商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只不过刚好那天有工作人员在 挪开了一个才能让我进去 在其中一家商场,奥普主被提醒附近有无障碍通道 但无障碍通道不仅绕路 还与机动车道相连,十分不安全 根据中国残联统计 截至2020年,中国残障人士总数为8500万 其中很多人需要坐在轮椅上生活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 国内的无障碍设施近些年在逐步完善 但离完全的无障碍环境还有一段距离 很多大型商场都是按一定的无障碍标准建设的 但为了防止电动车进入 会给无障碍的空间里加一些石吨子 把轮椅的路完全挡住 据中国无障碍环境发展报告 2021个数据 我国102个城市的无障碍设施平均覆盖率只有40% 全国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尚有20%的出入口 60%的厕所没有进行无障碍建设和改造 无障碍设施面临着未正常开放 被无端占用、维护不到位、设计不合理等诸多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